好 这个微观大楼倒塌 因为它整个社区好几栋大楼都倒 那么层层叠叠 整个变形扭曲 现在我们要透过3D画面带你来看看 现在整个微观大楼社区 这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马上连线给淑媒 带我们来看淑媒 好的 香花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 由成大测量级空间资讯学系 他们制作出来的微观大楼3D模拟图 好 你看到这是目前啊 算是最完整 而且清晰显示在地震之后 台南的这个微观金融大楼 目前的最新情形 好 透过3D模拟 你看到现在其实在这整个路段 看到房子整个青岛 这里就是在成大的文大路这边 整栋的微观大楼是这样 整个青岛在路面上 好 现在拉大一点来看 现在看到整个青岛的第一栋是H栋 那么也是一开始 因为它青岛的部分是在比较上层 这也是一开始抢救的区域 算是比较高的楼层 而旁边其他这B栋 以及A栋的部分 算是呢 这情况还算是比较完整的 不过其他几栋 接下来五栋大楼 都是青岛最严重的几栋 也是现在要积极抢救 可能还有民众受困的地方 好 我们看到呢 其实在中间的地段 是分别是D栋 以及旁边的E栋 还有I栋 以及旁边的G栋 这几栋大楼呢 都是目前毁损的 非常严重的区域 整个区域的房子呢 现在都是严重青岛 透过这3D模拟图 你看到呢 在整个现场还可以环绕一圈 看到这周边的情况 其实现在呢 这整个区域都已经被救援人员给包围住了 主要就希望可以把握这黄金的救援时机 在这个现场展开搜救 好 你看到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建筑的这个底部的部分 就是整个青岛的底部 而旁边在转移圈你看到呢 就是青岛的这个比较顶楼层的部分 就是现在围观大楼目前的最新情况 旁边其实也可以看到呢 有这个云梯车啊 其实在今天也加入现场的救援 好 这是在3D模拟图的部分 也看得出来这其实呢 现场的几栋大楼啊 总共有7栋 但是7栋当中 整整有5栋大楼都已经严重的青岛 那么一开始积极抢救的 主要是比较高楼层 因为这些民众呢 这个都是有对外窗的 所以说一开始是这些民众 可以第一时间的被抢救出来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 在这个上面其实都是 看得到有窗户对外窗 那么也成了一开始抢救 最主要锁定的区域 而今天开始呢 搜救人员也锁定比较底部啊 一开始搜救比较困难 而且考虑到结构 比较难抢救这些民众 目前还有大概20几个人 他们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显示他们是有生命迹象的 有的是可以透过口头 可以发出声音来回应 有的是透过拍墙 明显的知道里面还有生还者 现在不放弃任何的意思 希望抓紧机会 都在持续的希望抢救当中 想法